好了,看到有一個蘋果嗎? 有兩個蘋果在這裡,對嗎? 好了,正如剛才所說 我就想將你怎樣呢? 下面,因為時間關係 我已經預備了一隻杯這個 icon 還有呢,就做了一個這樣的東西給你 你見不見到,是不是下面下面第四頁紙 我現在叫第四頁紙 見不見到我是不是做了一張這樣的紙給你 咦?這麼有趣的這張紙有什麼特別的呢? 好,我做一個動作,實現通洞的,沒錯 我待會才教你怎樣做一張通洞紙 好,原來呢,我們剛才要做的一隻杯 裡面是有蘋果出現的時候 那個辦法是怎樣呢? 首先,你做一張通洞紙出來 接著,就把一張通洞紙 選了它之後,Ctrl C 或者Ctrl X都可以了 Ctrl X 去第三張紙,蘋果也有位 Ctrl V 貼上去 行不行? 好了,現在很明顯 就是怎樣? 現在的杯子已經蓋著蘋果那張照片 好,還沒夠 David,剛才呢 剛才你那張紙 是怎樣做出來的? 剛才你那張紙很明顯是 怎樣呢? 是令那隻杯子 那個蘋果出現 後面連的白色 現在是怎樣呢? 全部藍色那怎麼辦呢? 不是改色那麼便宜 好了 我才會做這麼便宜的行為 不要說了 好了,來看著 選完之後 Ctrl A 記住 選了第三頁 我們選了第三頁之後 按Ctrl A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現在在頁面 總共有幾張圖 一張通通紙 另一張是什麼? 就是蘋果 選了之後 看東西了 均勢按Ctrl A的時候 突然上面有多了些東西 多了一個方法 有兩個方法 一個叫Drawing Tools的方法 另一個就是什麼呢? 另一個就忘記了什麼方法 是什麼? Picture Picture Tools的方法 好,我選Drawing Tools的方法 行不行? 在這裡 介紹一個 應該是這個版本才開始有的東西 就是這個 叫Insert Shape 裡面有叫Merge Shapes 你按它的時候 這些是什麼 如果大家有上過 Microsoft Excel Power Query 就是Microsoft Excel Power Query 我講這幾個字 是給大家聽的 蛤? 你說什麼? 那些Database 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原來是有關係的 首先 什麼叫Ulion呢? Ulion 就是把兩張東西合起來 合起來的時候 蘋果就變成Vominion 沒有意思 現在選這個 就叫做Combine 就把兩張貼起來 看到嗎? 它把白色的地方 貼起來 就變成這樣 如果這裡 Fatment 意思是怎樣 因為它本身 那隻耳 看到嗎? 那隻耳是它的 形狀裡面的內容之一 所以 它會怎樣 那隻耳 就不會變成通洞 這是Fatment 如果是螢幕 就反過來 看到嗎? 下面那個叫Subtract 就是選擇它 原來在這個情況下 原來發覺到怎樣 Subtract和Combine 是一樣的 這個情況 但是每次不同的 但問題是每次改的時候 你就要改 選擇 麻煩 我這次玩什麼? Subtract 搞Subtract的時候 恭喜 你現在 這個東西 這個杯子 就真是透明了 你四周 就做出來了 是不是? 是不是很帥?